2月24日,Makio带着一份特别的消息亮相,他揭示了新龙即将重返乐坛的最新动态。 在台北的一场瑜伽社群聚会上,他与大家分享了关于密有新龙的最新消息。 Makio坦言,尽管他与新龙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并且关系十分融洽,但自从刘真辞世后,两人就没有再见面过。 然而,近期圈内有传言称新龙正筹备发行新的音乐专辑,这预示着新龙将于2024年重返职场,开启他的付出之路。 我们对此充满了期待,并向新龙送出了我们最真诚的祝福,希望他能够顺利回归。 在一档综艺节目上,Makio与主持人刘盈盈,李亚盈一同向观众们送出了元宵节的祝福,并透露了自己了解到的新龙及其女儿妮妮的一些近况。 尽管他不太清楚他们最近的具体动态,但据悉,新龙正与家人共同准备新的音乐项目。 自从刘真因心脏手术失败离世后,四年的时间已经悄然流逝,如今,新龙正处于走出哀伤,再次面对大众的重要时刻。 新龙一直沉浸在对刘真的怀念之中,他的前老板吴宗宪曾表示,虽然他尽力安慰和支持新龙,但仍希望新龙能够找回自我,并表示欢迎他随时返回工作岗位。 随着时间的推移,Mark又透露新龙正计划与家人一起推出新专辑。 这或许意味着刘真七岁大的女儿妮妮也将与父亲一起出现在公众面前。 刘真的粉丝们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期待,他们相信新龙的回归将会带来惊喜,因为这正是他一贯的作风。 现在,七岁的妮妮逐渐长大,变得越发懂事。 这些年来,新龙选择淡出公众视野,专心陪伴女儿成长,现如今他们正准备共同回到大家的视线中。 去年底,胡瓜也曾透露新龙可能会付出的消息,他希望新龙能在新的一年开始新的工作。 胡瓜表示,他理解新龙的处境,因为新龙曾为了给予女儿安全感而做出了重新婚姻的决定。 他向刘真承诺将会好好照顾他们的女儿。 上月份,吴宗宪特别叮嘱新龙要好好照料自己和小女儿妮妮。 同时得惜新龙搬了新家。 吴宗宪虽然两年未见面,但依旧将妮妮视如己出,随时准备提供帮助。 新龙即将推出新专辑,我们期待他能继续与吴宗宪保持联系,也期盼他能够克服困难。 安然归来,44岁被称作国标舞女王的刘真,今年5月因病去世。 这对他的丈夫新龙以及仅4岁的女儿妮妮来说,是巨大的打击。 面对生活的重重挑战,他们的处境令人同情。 刘真的追思会上,新龙悲痛欲绝,对刘真的思念和不舍异于言表。 在5月的一个活动中,吴宗宪透露,新龙因过度悲伤失眠,不得不依赖安眠药才能稍得休息。 刘真逝世后,众多圈内有人对新龙极小妮妮表达了关切,希望能提供帮助。 包括林心如在内的朋友们,纷纷通过新龙的经纪公司表示愿意提供经济支持,或为小妮妮的教育基金做出贡献。 尽管媒体对此后续报道不多,原本以为新龙会在家中静心养伤,慢慢走出悲伤。 但到了5月29日,新龙的经纪公司却不得不发表声明,严厉指责那些编造关于林心如林养妮妮以及新龙遭遇车祸的恶意谣言者。 声明的发出,不仅增加了公众对新龙的同情,也让人对那些散布谣言的人感到厌恶。 5月4日深夜,新龙在社交媒体上首次发声,表达了对刘真深深的思念和不舍,18个字浓缩了他所有的哀愁。 显然,他仍在努力从失去爱人的痛处中寻找出路,许多网友在评论区留言支持他,为他加油。 在距离上次提及新龙近一个月后,吴宗献再度分享了对其的忧虑之情。 谈到新龙目前的生活状态,他用还可以来概括,但通过对话,他能深切地感受到新龙心中难以言表的痛处。 吴宗献透露,尽管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安抚,但对于新龙,尤其是还需要依靠尿布的小妮妮,他的担忧一直难以消散。 他赞扬了新龙作为单亲父亲的勇敢,但也不禁对他的处境表示忧心忡忡。 近期,新龙在社交媒体上更新了他与女儿的生活动态,首先是一段温暖人心的文字。 我和女儿都好,希望你也一切安好。 接着,他分享了一段视频,向已故的妻子刘真表达对他的无尽思念,告诉他他与女儿的生活虽简单,却井然有序。 这成了他们现在最大的幸福。 他还自豪地提到,女儿的学业成绩出众,显然继承了刘真的聪明才智,并坦言作为一名初为人妇的他面对的种种挑战。 但他希望自己能够做得更好。 这些简单的文字背后,是新龙对刘真深沉的思念与爱。 我们虽然难以完全理解他的处境,但能真切地感受到他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 这份情感穿透了屏幕,温暖了我们的心灵。 刘真的记忆,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刘真,台湾娱乐界欲为国标女王。 尽管她本科毕业于俄文系,最初从事金融行业,但对舞蹈的热爱促使她毅然投身于舞蹈事业。 凭借超群的天赋和努力,刘真很快在国标舞领域大放异彩,参加了许多舞蹈比赛。 并且以出色的成绩在舞蹈界展露头角。 这不仅让她在舞蹈界名声大噪,也让她意外地成为了娱乐圈的焦点,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和喜爱。 很多观众第一次在迎评前见到刘真,应该火爆一时的综艺节目《康熙》来了。 当年,在节目上的她除了拥有一首优秀的舞蹈之外,与小S更是成为挚友,两人在舞台上相互打闹。 互相调侃,惹得无数观众捧腹大笑。 虽然,因为康熙的停播,让刘真失去了不少曝光机会,但大众对她的喜爱却从未减少过半分。 而且,除了个人生活之外,刘真的婚姻,家庭生活也一直备受外界关注。 2014年,刘真与同公司的男歌手心龙在交往多年后迎来喜讯。 两人正式登记结婚,并在夏威夷的教堂完成了婚礼。 2016年2月5日,刘真在40岁的年纪下,剖妇顺利产下2500克的女宝宝。 夫妻二人给女儿取名妮妮,从此开始了一家三口的幸福生活。 结婚六年时间里,刘真和新龙没有拌嘴,也没有吵架。 新龙虽然外表看似凶狠,但对老婆是一等一的疼爱。 原本,夫妻俩之间的爱情还可以延续很久很久,但可惜,意外突然来临。 2020年2月19日,刘真因主动脉狭窄问题,紧急入院进行手术。 没想到,手术过程中刘真突然心跳停止,后续一度装上液克膜进行抢救。 之后数日时间里,刘真被装上心室辅助器后,又开始出现脑部自发性出血状况。 不得已,医院只好向新龙透露,刘真的情况持续恶化,已经到了需要第一时间进行心脏移植的地步。 否则生命危在旦夕,刘真病危的消息传出后,迅速受到了外界的关注。 然而,一切的变数仍旧取决于心脏移植手术是否能够顺利开展。 那时,作为丈夫的新龙,在手足无措间,也只好发文向外界求助,希望大家为刘真加油集气,更希望她能度过这个难关。 为了妻子的健康,她甚至表示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换。 可惜,上天最终还是没能眷顾到刘真。 2020年3月22日,刘真在医院不治身亡。 享年44岁,刘真去世后,许多圈内好友包括小S,吴宗献在内都纷纷发文悼念。 但作为最亲密的关系,丈夫新龙心中的悲痛,比谁都大。 在痛失爱妻后,新龙暂未公开露面,反而是老板吴宗献。 台北荣总大为对外表达内心伤痛,他感谢许多好友问候,无法一一回电,对医疗团队也表达感恩之意。 考虑到女儿的成长,新龙决定暂时瞒住妻子去世的消息,他也决定一个人带大女儿。 这三年来,新龙从未忘记过妻子刘真,每每到了深夜时分,他总是不可抑制地想起妻子昔日的面容。 然后在社交平台上,塑上自己的思念之情。 三年来,新龙独自抚养着女儿。 老板吴宗献接受采访时也透露,他现在只想安静地生活,好好抚养女儿长大。 或许,新龙在未来好多年,甚至是十几年,都没办法彻底放下妻子离开的事实,但也衷心祝愿他,能够好好生活下去。 无论是对妻子,还是对女儿,他都应该如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